我男朋友总觉得自己很完美 自认为对我很好 我女朋友太情绪化了 喜怒无常 在生活中遇到一点不顺心 就会生气 并且强加给我 很多在我眼里的小事情 对她而言都是天大的事情 她很多时候都忽略我的感受 多花时间陪我 对我也不够信任 总是猜疑 我觉得自己已经对她足够好了 每次我也主动哄她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做到她心中满意的样子 猜心是一件挺难的事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 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刘 21岁来自山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双方对彼此都有一些不满是吧 今天谁要来的呢 今天我要来的 你又来干啥 我就是觉得她 可能就是有点喜怒无常 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女生不都这样吗 年轻女孩子是吧 但是她可能就是比较频繁 我怎么就喜怒无常了 咱们先慢慢说好不好 你们俩谈了几年 我们俩谈了两年了 大学同学吗 是一个学校 但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谁追的谁呀 可以说是我追的她吧 谈了也两年了对吧 那就先说说她的情绪化吧 先说一件小事吧 就是有一次 我们要去市里的一个银行 然后我们就坐公交 我不小心就记错站了 到了队的站点 然后又耽误了很久 然后她就莫名其妙地 就开始发脾气了 怎么就我莫名其妙了 那大冷天的 我是陪你去办的 然后你自己看错了 然后我有点生气吧 觉得我莫名其妙 这件事就是我记错了对吧 然后那我就哄人呗 可是人家半天都不好 然后后来就还蹲那儿了 然后我也就不知所措 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你蹲那儿干嘛 你不是刚才还说冷的吗姑娘 对啊 你蹲那儿干嘛 蹲着不是更冷的 就很郁闷 就是耽误了半天 然后因为那天银行 她说是四点半就关了 然后我们那时候 到那个站的时候 已经三点多了 如果再去的话 也来不及了 我就很郁闷 然后就蹲在那儿 她是 她说的哄我 哄了半天 人家自己一个人走了 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 走了 她自己在前面走了 为啥 那我就是一直哄不好 然后她还蹲那儿了 然后我就可能也生气了吧 然后我就说 那咱们就回去吧 然后我俩就走了 她在前面走了 我自己一个人 自己在后边走 就一前一后是吧 对 你跟着她是吧 对 然后我也没有看她 我就自己低头一个人走 过马路的时候 她不是很多车 然后她就拉我 我就一生气 我就甩下她 因为她当时 她自己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来拉我了 过马路之后 然后她还推了我一下 然后呢 然后她还说 我就那么多人 就是你不嫌丢人吗 又走了 然后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 这回就是 真的她自己回去了 然后后来 我也是自己回宿舍的 不是这样的 还有B板呢 我们听B板 就是我拉她 然后人就不干呗 就甩 就咔咔地甩 对 这没有分歧 然后就是走过马路了 我就心想 就有点生气 然后就这么危险 然后还要闹 然后就推了她一下吗 然后人家就站那儿 然后就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还特别大声说 你敢打我 然后我就 当时就 真的有些委屈吧 然后周围 然后人家看我那个目光 可能就是 这个人怎么还家暴呀 这种目光 所以同一件事 你不同地描述 你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一个会声会色的 一个反正省略了很多细节 她这一版接近事实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好 类似于这样的事应该很多对不对 这样事也有 但是还有一个更奇葩一点的吧 我去她家玩嘛 我就刚坐沙发没有多一会儿 屁股还没坐热呢 就一把就把我拽下来了 为啥 人家就拿着两个头发 就说你看你又弄到我家的沙发上 都是头发啊 你说我怎么收拾啊 我们家就比较干净了 然后看见头发就比较烦啊 那天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那有头发你高你你扔了呗 她就那种表情不愿意的那种 然后呢 后来我也去扔了 就虽然我也挺不愿意的 但是也得去扔呀 然后毕竟是我的头发 反正你扔了 扔了 然后但是后来吧 发生一个更匪夷所思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又回沙发上了 然后她又说就是 你下回能不能来我家之前 就先到你拉一桶那儿 葫芦葫芦头发 我也不知道头发什么前掉呀 如果刚葫芦完 然后我坐沙发上 她又掉了怎么办 我心情本来就不好 她就觉得我不力去闹 你弄一下就弄一下呗 怎么了 是 是 是 背着那个态度 弄完了我就不没事了吗 是 是 是 但是你怎么确定 那就是她的头发呢 那我们要去你们家做客 掉个头发 你怎么对待客人呢 别人肯定我不会说呀 其实也就是跟男朋友 撒撒娇是吧 我就是注意她对我的态度 弄了就弄了呗 就非得感觉我逼着她 就不愿意呀 行 反正也没分手对吧 熬下来了是吧 对对对 不容易是吧 就类似小事还有很多 还有呢 比如说就做饭 然后锅盖沾水了 又蒸汽嘛 然后水滴进锅里了 人家也得就是说我一顿 但是我也是默默承受了 你说得那么委屈啊 还行吗 那分手得了呗 什么叫默默承受啊 锅盖的水掉的锅里也不行啊 那个也是蒸汽水 就不愿意滴进去 哎呀 你太细致了姑娘 可能我就这个性格 感觉随我妈 她就比较纠结那些细节 然后我在家怎么样 一些小细节 我妈就一顿说 哦 行 但她说的 那有一次 就是我们一起去兼职 然后我们吃完饭了 就是午餐的时间 然后快到点了 但是别人吃饭还没有回去 我就说我还想吃个冰激凌 因为路过 排队人还行 就虽然一点多 但还有时间 她就不愿意陪我去买 不 这事也拿出来说呀 但当时她的态度 就觉得我耽误事 就冰激凌 非得现在就吃吗 就感觉那个意思 你给人吃啊 就我也不是没给她吃 因为我觉得 人家规定好了一个点 然后我们就准时就去呗 我看时间也来不及了 人又要多 我就说那咱们先回去 但后来也给她买了呀 是买了 但当时如果 我也不是非要吃 她是那个冰激凌 她当时 给你买 你说我不是非要吃 不给你买 你说我态度不好 你要怎地啊 刚开始就是我要吃的时候 她就那个态度 然后我就有点生气 然后回去 我就本来都不想吃了 她又说就是 那咱们去买吧 反正我就觉得 这事后来怎么了的呢 后来就是 马上回去就要开工了 行 然后后来就 不了了之了 对 那不就完了吗 你说这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感觉我也可以不吃呀 你好好跟我说就行 不是人家不是陪你回去的 一看人没来又回去给你买了 不是挺好的吗 我就觉得就是 她觉得我就是每次都在 无理取闹 她如果好好跟我说的话 我肯定当时 你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是吧 对 这事事后没讨论一下啊 没有 都过去了 然后就过去了呗 那我现在理解你为什么来这儿了 是想集中的把这件都说清楚对吧 对对对 就是调解一下吧 这个咋调啊 这不是性格吗 人家自己都说了 我随我妈 这姑娘上来就把我们嘴堵得死死的 我随了我妈了 我非得就是无理取闹每次 就是你跟我好好说 让我觉得你就是不是在烦我 哪怕我就是那病例子 我不去吃我也可以 不是你经常会觉得她烦你吗 我总觉得就是我一说啥 然后她就感觉那个表情 我问完她打游戏吗 对 那一次打游戏 然后四五个小时 我跟她说话她都听不见 后来就是她跟我说话 我不理她 她发现我生气 她发现我生气了 她还坚持把那句游戏打完 然后但是她哄我的理由 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就是陪伴呀 我怎么没有陪你了 那她每次打游戏都忽略你呢 还是说偶尔会忽略你的存在 我感觉是每次 所以她一打游戏 就会忽略你 对吧 对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因为年轻人嘛 都比较爱玩 我就这一个爱好 然后以前可能 就是打的时间更长一些 现在呢 然后现在就几乎就少很多了 就频率也就是降下来了 就是吵架的奸细啊玩会儿 你觉得你对她好吗 我觉得我对她挺好的吧 你觉得做男朋友 你做得到位吗 挺到位的 我去她家她会给我做饭 然后她去我家我也会给她做饭啊 那比如说什么节日的礼物啊 我每个节日啊 都会提前给她备好 然后送过去 甚至提前就是送一些啊这种 是 她送我礼物啊 就是浇水 然后长住的那种 然后她直接买了十个回来 放在家里 你也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我说的话 又觉得啊 别人买礼物给我 我又觉得我矫情 那那么确实用不了 然后我妈就是 不愿意看那些小东西麻烦 然后就想扔 那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人家那个十个还包油 然后那我就买了呗 这又把你妈整进来了啊 你妈要扔是吧 扔了吗 然后我就给放起来了 然后给藏起来 所以你也挺委屈的 对啊 行 听起来反正都是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这里面听到的更多的是 女生好像在情绪控制上 差点意思 但是她有时候还不信任我 像有别的男生 给我发个消息 然后她都要就是问半天 说这谁呀 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 其实就是有原因的吧 可以说 还有原因 我俩刚好没有几天 然后我就不惊一件 就瞅见她手机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男性 她就是有个标志 不是 你跟我说说 瞅手机怎么能瞅出 一个亲密的男性来 是怎么瞅 就是一个软件上 就有个标志 然后就是两个人 就是互为聊天最频繁的 才有那个标志 然后我就瞅那标志了 这都不懂 你看 然后呢 然后就挺生气的呗 然后人家就说 我本来打算跟你说的 就是还没来得及 那我瞅见了你再说 跟就是你跟我说 是一样的吗 但那个男的 就是我俩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喜欢我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也不太懂拒绝怎么拒绝 因为我俩也在一个班上课 你看看 如果不理他的话 就觉得特别没有礼貌 但我每次回的都是 嗯嗯 然后就是那种敷衍过去 不是 这可不是敷衍啊 他说我喜欢你 你说嗯 对吧 跟我们俩一起吃个饭 你说嗯 不是 他每次都跟我 他表白 让我拒绝他了 我感觉没有 就是我俩也没有事啊 因为我也不喜欢他 如果真的喜欢他 我俩也不可能有现在啊 这说开了就好嘛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呢 就半夜 半夜 半夜正给我打电话呢 就说要接一个电话 然后就挂了 然后最后我就发现是个男生 不是 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因为我问他了 还他半夜的 很正常吗 主要是这个时间点 就不太对吧 高中同学 关系还挺好的 嗯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 他说他不要急 要问我一下该怎么弄 问你啥 因为就是我俩关系比较好 那个女生跟我关系也挺好的 女生也在跟我说话 我就想着就是我俩聊天 也没什么事 就是聊日常 先接一下 然后给他俩就是说 哪怕就我这边说完了 我就能跟他继续 马上应该就说完了 就明白了啊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 我又跟这个男生 怎么怎么样 那你这么能调节 怎么不来当主持人呢 你这不对啊 什么叫这么能调节 不来当主持人呢 他只能当专家呀 不能当主持人 就我们这活都给他们抢了是吧 哎 心眼小了点吧 这事人家也说得清清楚楚 也没什么呀 但后来就是那个男生 还有后续呢 对 然后那个男生 就可能给他发一些消息 然后他可能回了 然后就删了 然后我当时看见的就是两句 就是说什么 你男朋友不在呀 你怎么有空理我了 然后他那个消息还设的是 就是那种免打扰 就是没有提示的那种 我当时就觉得被背叛了 然后就特别生气 对 他因为这个事要跟我闹分手 可是他就是我高中同学呀 但 他也有女朋友 老聊迟你干嘛呀 但别人跟我发色 我也控制不了呀 你看是不是可以这么想 然后后来他就生气 要跟我闹分手 那我把所有 就是我把所有微信男生 全都删了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男性朋友 都没有 这很可怕啊 这世界除了男人就是女啊 但他现在做监制直播 然后还有很多女生 跟他聊天呢 然后他们还加微信了 你身边围着一堆粉丝 然后那天他都没有跟我说 我就看见什么 小傻瓜 抱抱 那你刚才你自己说的 那别人给我发什么 我怎么能控制 那我也控制不了 别人给我发什么 那你不加微信 那你们俩能有那些吗 他们要求的 要求我们就要加这个 然后就是做好维护 不是直播的 直播还需要维护呢 听明白了 那每次我跟男生说的啥 我都要跟他说一下 他现在就是每天 还跟粉丝聊天 是个女生肯定 心里也不舒服 所以大家看啊 一旦怀疑这件事起了 就是你怎么想都不对了 都有问题了 怎么做也都不对了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他能改变一下吧 改什么 就是我觉得尽量 就减少他生气的频率啊 就自我调节一下呗 就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那你能调节一下 你的这疑心吗 我可以 你觉得现在社会 一个女生 没有一个男性朋友 你觉得她正常 因为她自己删的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 去左右人家 其实她如果 就是正经聊的话 就不是那些 就是对她有意思啊 对她有想法那些人 然后去聊天 然后我又非常支持 所以女生就得看你怎么做 对吧 是 但是我平时 真的不怎么聊天 你想跟她分手吗 我当然还是不想的 你给我一个 你喜欢她的理由 就是她特别贴心 有时候我就是左右不定的 她都会帮我拿主意 贴心 有主见 想跟她分手吗 不想 那你给我一个 不想跟她分手的理由吧 就是她平时对我也挺照顾的 不生气的时候也非常的 就挺好的那种女孩 自己也挺活泼的吧 可以说是 舍不下是吧 对 就毕竟也这么久 所以谈了两年的恋爱 发现既有情绪控制的问题 又有性格的问题 又跟异性如何保持一个相处 尺度的问题 两个小年轻人呢 谈得就要恋爱 谈得挺累 但是又想在一起 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给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女孩说到你自己不懂拒绝 其实特别简单 你不理就是拒绝 至于高中同学的问题啊 她在意的是什么 是你的态度 相信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相信 不是说相信对方 而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愿意去相信的那个事实 也就是说 我觉得你没事 你就是没事 那我觉得你有事 你怎么着 我都觉得 你不是清白的 所以 男生心里的这个疑心鬼 和这个疑心病的问题 你自己要调整 然后来说 你们两个人恋爱当中 这些小情绪 小问题 小烦恼 你知道谈恋爱当中 风花雪月 甜言蜜语 那都只是恋爱当中的调味剂 更多的是 生活当中的琐事上 见真情 恋爱的过程当中 要上的第一课是什么 就是什么叫忍让 什么叫包容 前段时间看张杰和谢娜的 一个采访 张杰就说 娶谢娜 这样一个稀里糊涂的女人 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银行卡办完就忘密码 放哪都不知道 家里面所有的灯都打开 不知道关 抽屉所有都拉开 不知道关 但张杰又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 他觉得你拉开抽屉不关上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但现在怎么样啊 张杰说 他不关抽屉就不关吧 我后面帮他关 他找不着银行卡 他就都教我保管 忘记密码没关系 我帮你记着 这就是童话 童话为什么 因为爱 有很多的事情 因为爱 你会变得没那么自主比较 所以我觉得 你们应该 先去好好上这第一课 包容 忍让 然后童话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男孩觉得女孩喜怒无常 对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会突然地暴怒 如果说你懂他说 就是这种交际上的这短板 你会理解他呢 那个男生因为吵架 然后打断了你们之间的谈话 然后要跟他去交流 如果你懂得他的话 你觉得他就是好心 但是不应该为这件事情去吃醋 当然 后来发现那个男孩 是对他有意思的时候 他可以把所有的男生都给删掉 证明就是他其实对你的真心 当你理解他的确是在性格上 或者文人处事上 是有做的不足的地儿 你不能强制地要求他说 你能不能控制你的发脾气的频率 如果说你不找到根结的话 他是控制不住的 找到根结 并且从自己身上去找到解决方法 这是解决你们问题最关键的点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整体来讲 我觉得你们并不合适 我倒不是说觉得女孩子一定有多大的问题 或者是男生有多大的问题 整体在于不匹配 这个女孩儿太注重细节 太容易情绪化 一根头发掉在那里都要生气 我们听起来都匪夷所思 这至于吗 她在于对细节的在意 和情绪的难以控制 需要的是一个宽厚的 笃定的大男生 她的情绪就不会有了 而正是因为这个男孩儿 不够这样的宽度和厚度 让女生觉得实实处处 还是能够找到自己认为的这种缺失 所以你会盯着她的细节 什么水流到锅里了 还得买冰激凌 是不是能够陪你了 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足够的依托 这个女孩儿很需要帮她 掌控一些事情 帮她梳理人生的一个大男生 而不是一个 小心眼状态的一个男孩儿 所以从根儿上 你们的匹配度不够高 导致实实处处觉得 怎么这个人这么有情绪 怎么那个人那么小心眼儿 但是说到男孩儿 对女孩儿不信任 我想多说一点 我倒不完全同意去 因为她在人际交往中 不懂得拒绝 晚上半夜 一个男孩儿能把电话打来 说明你给自己的生活 留了很多空间 但我没有责怪你意思 说你好像不专情 是因为她没有给到你所有感情的需求 和所有感情的宣泄点 所以你留了一块给其他的人 你可能不自知 你说我都把所有的男生都删掉了 难道我还不专情吗 人际交往其实和性格固然有关 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内心对情感的把握 你认为她给你的感情 不足以让你踏踏实实 所以无论从信任上 还是从脾气性格上 我认为两位不是很合适 我并不觉得你们能磨合出一个很好的方式 彼此愉快地相处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和不同的角度 你们的感情何去何从 自己来把握 希望你们能幸福快乐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让对方保持完整 让自己保持独立 这对爱情很重要 就很多的年轻人恋爱 就以为那爱情是那胶水 就非得把你跟我粘合得非常紧 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 这一点特别不好 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 老是粘在一块 其实特别的不舒服 对方是不是你的 似乎于对方心甘情愿地认为 我是不是你的 而不是你说你是我的 所以你的行为习惯要按我的来 我让你怎样 我让你把头发捏起来 就得捏起来 我让你给我买冰淇淋 都得买冰淇淋 那如果对方不愿意做呢 你是不是很难受 这不是自取其辱 让自己保持独立 能够自己干的事自己干 自己的行为习惯自己遵守 不要求别人一定要去做 这是不是彼此双方都舒服 但你又会说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那还谈什么恋爱呢 恋爱就应该是 你变成我这样 我变成你那样 但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恋爱真正能够做到的是 两个人心在一起 而不是行为习惯要一致 那是形式上的 你会发现在恋爱之初的时候 两个人好像真的活得像一个人一样 穿琴绿衫 我想什么 你也想什么 我吃什么 你也吃什么 我去哪儿 你也去哪儿 好像形影不离 那是人为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不是人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但是为什么到了之后就不行了呢 因为不愿意做 所以可见 真正相爱的人 是心里面长得像 不是外表长得像 宁愿要求精神上的共同 而不要求形式上的构童 那样的话 只是形式上的没有任何意义 不要去给彼此之间增添痛苦 我也不愿意把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 当成是所谓的要保持一段距离 而是让对方保持他的完整 我们自己保持自己的独立 这样的话彼此都说 至于那些所谓的自觉 遵守 都建立在他愿意为你自觉的基础之上 就像你 我感觉这电话半夜打过来了 即便我的男朋友不在身边 我也不能接 我就都很不好意思 我是个有男朋友的人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不会接 但如果在那一刹那之间 你已经忘了他了 那你就会接 那就说明你心里 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 而需要我时时刻刻地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你说呢 这种东西只有你自己自觉能干 如果他反过来逼问你说 你就不能接这个电话 你接了你这人就不接声字号 相反你反而会去接 因为你心里是有逆反心理 对吗 最好自觉 保持对方的完整 保持自己的独立 给彼此一个完整的自我 这很重要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跟你们说沉重了是吧 因为你仔细回想一下 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谈恋爱不都谈得这么任性吗 就你们现在这个情绪的失控也好 还是细节的不在意也好 还是男生的那种吃飞醋也好 其实都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阶段跨越过去了 真的没意思了 未来的相处 相信即使你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未来的路上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还会阴晴不定 尊重 不要固守在自己那里面 对男生来说 我怎么做的 更像一个成熟的男人 对女生来说 既然我喜欢上了这么一个 有点心眼小的男生 我应该怎么配合他 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都有 大家可以看看 往期的节目 听听老师的话就全在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虽然我知道你平时挺照顾我的 然后对我比较宽容 就是我希望 你给我足够的耐心 然后 也不要老去怀疑我 你在长较独作 心情的寂寞 我无法猜透 我今天来也不是就是 非要跟你分手 也就是发现问题 指出问题能解决的就好 然后听了这么多老师 然后这么多人说的 然后咱们自己肯定 心里也有一个 去或留的一个想法 不想什么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看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 好 请开门 好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来 我们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 1 % 按摩 1个月 1个月 那些对筑 1个月 1个月 2个月 2个月 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